欸對!28週!28週! 今天呢剛好是回來高雄的算是第二週吧 第一載第二週忘記了 那回來的話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素材 所以我決定用一個 之前在滴卡上面很紅的一個主題 當做今天這次Vlog的主題 就是Room Tour What's in my room? 我的房間有什麼? 這樣子 那我現在在高雄 所以呢你現在看到的是我房間的樣子 那會可能會有一些 單獨的整理過的畫面 因為現在的話我有點懶得整理 OK,we'll see 從門口開始 Started 上面掛的東西就是我房間 那其實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都是後來 加人掛上去了 這一個呢 這個 是小時候自己做的美老作品 Yeah,and let's get in side OK,首先你進來的話 你進來會看到大概是像這樣子的塵色 大概是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 往右手邊一看 你會發現 門後有這個 圖畫 那這一個這幅畫呢是當初在Cambodia 在柬埔寨的時候去買的 那這個呢 上面 有自己國中跟應該主要是國中 有高中的 內容有這個散文 心思 這也是柬埔寨買的 這好像一美金當地人畫的 然後跟自己 那時候高一畫的 那時候剛好 鋼鐵人很紅 跟自己的自畫像 那在頭往上一台呢 你會發現 這裡有幾幅 自己的 攝影作品 那個其實都是沒有得獎 甚至是多加印刷的內容 那主要是花蕾 那最上面那個是在台北書院 這上面這一張是在台北書院的圖畫 那這個花 這個是 頭鳥花 這個是就蓮花 紫巾箱 跟 蘭豬爾 蘭豬爾 感謝景觀系 讓我認識了這麼多花類 帶來了不少的 照片 然後那是你看到這邊的書架 這邊書架上呢 是我爸爸 我爸爸自己手工 完成的 對 那 最先完成的是左邊這個木頭 所以你看他其實有點 顏色跟右邊這個不太一樣 然後我房間呢 算是 西曬 西曬的這個窗戶 所以窗戶是面膝 所以大概到下午的時候 不拉白夜窗戶會有點熱 那外面呢 這些植物呢 也不是我養的 然後從右邊馬拉巴力到左邊的這些 石連的一些 石肉植物啊 其實都是我媽在種的 沒什麼好介紹的 其實自己有想過要改造 不會沒有那個空 這個主要是我的桌面 對那 由於我已經 在台北念大學了嘛 所以我就沒有太多的 個人的 物品都是一些臨時帶回來的 那左邊這裡放了一個 畢業 大學畢業的合照 然後 一些自己的 相機啊 手機啊 喔然後我的眼睛摔壞了 不是摔壞了 被人家撞壞了 然後我的錢包 零錢包 零錢包很可愛 很可愛 苗皮的 nice 買 鋼豬筆 那這邊就看得到 當時那個書法的作品是我小 我五的 東西小五的那個在 19年 乾他媽有夠久大概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五月天那時候蘋果日報剛剛台灣發行 其實他們有在 前幾個月吧 隨報復刊那個 附上關於 一些當時 有名的 藝人的海報 這個呢五月天的海報就是 當時跟蘋果日報一起合作出來的 海報那我那時候很怕 怕五月天就把他表起來 OK 那 衣櫃裡面應該不太需要介紹啦 這個地方 除了剛才椅子拖出來以外 這是我的吉他 我的吉他外後 又發現這裡有一桶 這一桶不知道是什麼的 這一桶呢是我們 我們大學四年的心血結晶 也是所有的 所有的錢都放在這裡啊 這每一卷都是當時候 自己手繪啊 輕繪的大圖 甚至是到後來的電腦作品 電繪的 電繪的部分 裡面含了真的非常多的圖 每一卷大概都是兩三百起跳 非常的辛苦所以沒事真的不要念設計 設計花你的錢讓你吐血又難過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VLOG影片 那我不知道各位對這樣ROOM TOUR有沒有興趣 總之我用了一個非常沙啞的聲音來跟大家解釋這次的 內容 那不知道你們 覺得如何 如果喜歡不要忘記在下面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你自己的房間大概是走什麼樣的風格 這個是我在高雄的房間 也許我也在做一集在台北的房間 都住了一 台北房間其實有兩個 不過就那個我已經搬走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做一個TOUR 不過那一間比這一間還要小 所以 我不知道要介紹什麼 Anyway 喜歡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該請你的小鈴鐺不要忘 然後這樣我發影片你就可以接收到所有的通知 And that's all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Have a nice weekend Hope you guys enjoy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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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end- - -